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来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周末老兵呢想多睡一会儿比较累啊忙了一个礼拜了 那么刚刚眼睛睁开就看到了一条新闻 老兵呢就赶紧给大家来播报了 那就是咱们的隔海相望的邻居日本国又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又是他的首相要被别人给咔嚓掉 欧洲人给咔嚓掉 是县任首相岸田文雄要被他们的国民给咔嚓掉 岸田演讲现场传出爆炸声 日自民党干事长极为遗憾强烈谴责暴行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针对数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演讲场地传出爆炸声意识 日本自民党干事茂木敏充表示称 这是一种暴行 所以表示极为遗憾并强烈谴责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早些时候报道 15日在何格山市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演讲会场传出爆炸声 报道称 事发时岸田还没有开始演讲 目前他已经避难并没有受伤 此外NHK还公开了安保人员在行动现场画面 报道称 一名男子被在现场的安保人员指出 报道还称何格山县警察总部表示 以当场逮捕涉陷在岸田文雄场地投掷爆炸物的男子 哎呀大家看看啊 这个我当时看那个现场 我现场画面大家应该都在网上能看到 我这边就不提供了啊 那么 这个 为什么 我们就是自己来讨论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 为什么 啊 日本的首相会接二连三被日本国民 要刺杀 这个是老兵要跟大家来解开的这个谜 啊 那么 岸田文雄的在现场那个情况呢 啊 吓得那个屁股尿流 干净这个这个这个一回头 蜜脸的惊恐 啊 和他们平时鬼子讲的那些干话 啊 什么要插手台湾的事 管中国的事 什么新疆西藏 香港台湾的事 他都要管 中国的人权他都要管 而且 对俄罗斯说 北方四岛是我们的 他当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那个 啊 满脸横漏 法令文的那 那种 啊 歹毒的表情 好像不符合吧 哦 用的鬼子的 手脑 胆子这么小 啊 胆子这么小 啊 在现场吓得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屌样 啊 人家 啊 你要是有些领导人 对吧 在现场发生这种事情 临危不乱的 啊 临危不乱的 而他是在吓成这个 屁股尿流这个样 所以说啊 在我看来平时 他们讲那么多的干话 什么军国主义要复辟 什么日本右翼啊 就是一匹抛狗屎 他妈的 啊 根本就是一坨屎嘛 那么为什么会有山下 折野的第二 啊 为什么会有山下折野的第二 这个我跟各位讲 背后还是天皇大连 啊 他们日本的天皇大连 在这背后指挥 遥控指挥呢 啊 你想想看 安倍晋三说什么话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的事 那么引起中国的 就是把日本作为这个战备的这个对手 也就是说解放军 啊 当时一系列的军生演习 啊 是针对消灭日本来进行的 那 大家想想看 日本天皇家族 鬼经家族 传到现在一百多代了 啊 没错的话 一百是一百三十多代 还一百五十多代 对吧 麻痹全世界 可以说 拜占庭帝国 都他妈灭了 一千多年 最长了吧 中国的周朝八百多年 对吧 那他们这个日本天皇家族 传了多少年了 一直延续下去 虽然说是君主立宪制 过去也有 啊 说了算 都是那些幕府将 幕府将军 对吧 那么现在 啊 在过去 他们还喜欢吹那个什么战国时代 啊 大家要知道 日本的那个那几个谁 啊 什么封城秀吉 也都是被这个鬼经家族给干掉的 啊 怎么他们还喜欢吹什么战国时代 日本的战国时代 就是我们几个小县城打打架 跟中国古代的那个战国时代 那那那不是一个概念 但他们还喜欢吹 因为历史匮乏喜欢吹 那么好 大家看到没有 原来的日本的那个老天皇 明仑天皇 对吧 和他老婆啊 这个美智子 两个儿子 对吧 当然还有还有其他一些女儿啊 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之间是有矛盾的 大儿子德伦 德伦找了这个老婆 啊 一度都有抑郁症 就现在的这个 啊 这个皇后 一度都有这个抑郁症 他们就生了一个公主 叫爱子公主 对吧 生了一个 爱子公主 那么他的弟弟 啊 就这里留着那个小胡子 留着那个发型 典型的就是 一个一个就是标准 日本人 啊 那么 他是谁的偶像 啊 他是这个吴爪蟹的偶像 你看吴爪蟹那个留的发型 跟他一模一样 就台湾那个断交部长吴爪蟹 所以我说那个小子是个太郎 啊 这种头我称为叫太郎头 啊 吴爪蟹就是留这种头的 赖清德也是他妈汉 也是他妈汉奸 啊 估计也是日杂啊 留的那头发也都是日本那种 那么中分头啊 特别恶心 想乱吐 然后呢 你看 那货他生了两个女儿 啊 那么大的年纪 啊 我记得好像二十四十多吧 啊 呃 然后硬要就是生一个儿子 就是现在的日本的那个 啊 就就就那个傻巴拉西 人家居然是不是有什么自闭症 还是有什么傻巴拉西 就是那个 啊 就是那个皇子吗 就就就就那个小 就那个小孩 名字叫啥 我也我也懒得去 看啊 因为我对这种他妈的 对日本就是这个 我是天然带有敌意的 啊 就那个傻逼的那个皇子 那傻逼的皇子 然后当时呢 这个德仁天皇啊 就现在德仁天皇 就是意思说啊 那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长子 什么继位的嘛 他那 到他这里了 没有长子了 那意思就是让爱子公主 当这个日本的 呃 这个这个女天皇嘛 安倍晋三呢 就在这个里面 从中作梗啊 大力反对 不允许啊 所以说呢 后面才会有一个情况 叫德仁如果死了 是他弟弟继位 他弟弟如果死了吗 就是给那个小 给那个傻逼 那个天皇呢 啊 叫什么秋 秋什么的啊 那个小逼 给他去继承 所以说日本天皇家族 怎么样子搞 怎么样子弄 啊 都一定要有一个继承人 去继承的 啊 都说叫这个人 那个人 这个人 那个人啊 其实他们残暴了 要是听见吗 好像好像这个人啊 那个人啊 其实很残暴 那么 所以他们 你看看 哎 我举这个例子 是什么意思 就是 鬼精家族 他一定要 不停的继承下去 要继承下去 那么你 安倍晋三说 台湾有四 就是日本的四 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说 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任何与中国关系低到不可预议的红线 而且魏凤和什么都讲 我们不细一战 等等这些话都出来以后 那安倍晋三还有活路吗 还在每天的那鼓吹与中国敌对 到日本去什么有 到台湾去什么有台 那 所以说你会看到 蔡氏口 五十三刻 问斩 而现在 安倍 而现在你看到没有 岸田温雄十一点半 在我们的时辰上来讲 是不是五十 五十三刻 又要把它给问斩了 喜欢用这种方式去问斩自己领导人的 只有皇帝在古代下拉命令 拖到五门 直接脚了 砍掉 脑袋砍掉 那现在当然不可能拿砍 对吧 那就拿枪 要么拿炸弹 干死他们 干死你们 那么 安倍晋三 你就会看到 这里站了两个保安 像两个陀螺一样的 站了那个地 像两个雕塑 就侧面 一个这样站 往西南角 一个这样站 往东北角 这个是西北角 一个往东北角 两个保安这样站在那边 然后当中留一个缝 给山下者也拿枪 把安倍 崩死 连开几枪 把安倍给崩死 然后山下者也在监狱当中 住总统套房 吃好了 喝好了 安倍晋三的妻子 当时非常要发痴 就是女人的那种发痴 她要发痴了 失去理性的 发痴了 突然之间 在马路上 被她自己身边 安保团员开车 给追尾了 撞了 这个事情不可以追究 好了 就这个事情 安倍被撞 安倍晋三被蔡氏口 五十三客问斩 然后下来谁 他的弟弟安信夫 他的胞弟安信夫 安信夫 出什么事 解放军随即开展 巴林斯大军演 导弹打到所谓 日本非法设定的 欺负台湾当局 非法设定的 所谓的 辟营区 什么 什么什么 经济 什么海上经济特区 就是200海里 那个专属经济区 打过去 解放军直接 中共直接说 放你个驴儿屁 我们从来没有跟你在台湾东部 签过 这个东西 不三不四吗 别拿轰你导弹 安信夫 那个时候 也想要 挑唆 岸田文雄 去参加 去参加战斗 反武统 台湾军演 马上 被鬼精家族 要求岸田文雄 把这个人给他撤了 直接就把他给撤职 毫无征兆 毫无理由 没有任何一个 拿得出手的理由 把他就给撤了 直接把他撤职了 当然来了 你们可以延续 你们政治家属的生命 叫他儿子来当议员 那么现在 岸田文雄 为什么也要被 五十三客 差点问斩 当然这个是一个警告 也有可能 直接就把他干死了 差一点就把他干死了 但也可能是个警告 为什么 你小儿子 他妈那个逼的 天天跟他妈朝鲜吊 跟他妈俄罗斯吊 跟他妈中国吊 所以你会看到说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天 跟中国有所缓和 台湾问题不管了 但是他反过去 他要咬朝鲜跟俄罗斯 朝鲜不停地打导弹 落入北海道 落入北海道 还有这个日本 从日本上空飞过去 这个是严重威胁日本的 严重威胁日本 被朝鲜的导弹 使劲地射 朝鲜 金正恩现在就是很明确 只要你们敢跟我牛逼 敢跟我宇宙无敌 大将军 白头山起白马的大将军 跟我牛逼 我操他妈 我直接去核弹打你 战术和核弹全部都准备好 那我要请问 战术核弹打到日本 你日本是 你岸田 你们可以 可以他妈的当流亡政府 我鬼精家族 请问 小皇子要不要继承王位了 嗯 我鬼精家族到我 德能这一代 啊 那太上皇还没死 明人老太皇还没死 怎么了 三代天皇都在一起 那还有一个小壁嘎 那还有一个应该说四个天皇 四个天皇都都都都在 小壁嘎 德能弟弟 德能 明人 四个天皇都在 怎么 眼看看 眼睁睁看着看着 自己的家族就有什么 没有了 那那那什么 宇宙无敌大将军 那个导弹很牛逼 而且又超高音速导弹 怎么了 然后直接往东京的皇居来 什么炸吗 直接来点吗 点报吗 俄罗斯昨天 少一谷 召集所有在莫斯科的 所有的 俄罗斯的大将 上将 在太平洋戒军中最高战备状态 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个叫做灭日本军事演习 记住 这是灭日本军事演习 所以说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 你看到没有 鬼鹰家族 吓死了 大家要知道 日本国民 我是日本国民的话 和我了解的日本国民 在他们心目当中 天皇那是至高无上的 天皇大人 给我下达命令 我管你是安倍晋三世 我管你是他妈谁 他干死你 我操 对吧 我干死你 所以说 大家要明白 你别以为日本天皇家族天天是个花瓶 就像那个名人讲的 作为国家的象征 怎么怎么样 国家的象征 你日本山口 山口祖 他妈日本这种 驻脊组 这种黑道 看到这种什么天皇 都是下跪的 人家吊巴拉奇 欺负日本小老百姓 他们看到都是下跪 在路上 谁敢刺杀天皇 你看到日本 日本这些天皇有被刺杀吗 只有首相被刺杀 正人物被刺杀 天皇没有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两天俄罗斯跟朝鲜在搞联动 而且这种阵仗是很恐怖的 动不动都是发什么导弹 尤其是金正恩动不动 战术怎么怎么样 核弹 核爆 吓了他们 真的 他们家族要延续下去的 所以他们就是很害怕 然后呢 还有一点啊 日本国民现在也不想打仗 日本国民已经被严重白左化了 我说过 岸田文雄的秘书之前反对白左 直接被岸田文雄给撸掉 你这样就是说 是一个相悖的一个理念 你这边天天把 麻痹静国神社参败了 日本军国主义了 搞的麻痹像真的一样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又是自己国民 又是搞白左 白左就是回到人沉迷 啊 比如游戏 沉迷 沉迷这个A片 打飞机 宰男 死草男 日本有将近两百万人 是不出门了 就是说 每天生活就在家里 不出门了 那个垃圾啊 捆绑在房间里堆的 跟那个山一样的 他很多这种人 变态一样的 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点 日本 国民不想打仗 他们只想打游戏机 跟打手枪 你让他们去顶在杠头上 什么这个改革 那个改革 这个打仗 那个人不想打仗 人家就想跟周围国家 搞和平 老老实实的 屁股夹紧了 坐人 就日本这些军国主义者 天天搞得跟真的一样的 今天爆炸了 我也没看到岸田文兄 有多牛逼 一回头那个那个表现 大家看到吗 吓得跟他妈 跟傻逼似的 小日本鬼子 啊 所以我说了 别再要与灵为善 啊 天天当美国的马仔 你看你叫你游游的死 昨天俄罗斯宣布战备 朝鲜打新型导弹 啊 然后他马上就他妈那个逼的 就被53颗问斩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